看到天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只剩下飞红的晚霞挂在天边。 坐在亭子里面的柳青秋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逃离了。 但是他不敢现在就动身,现在逃跑的话,陆成说不定一下子就会感知到。 然后出来抓他。 陆成有每天睡觉的习惯,只要等到陆成晚上睡着了,那他的机会就来了。 哪怕陆成后面感知到他逃跑了,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不过就在柳青秋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时,一个女性侍卫进入乾宁宫。 看到这个女性侍卫,柳青秋立刻眉头紧皱。 这个女性侍卫是陆成身边的近卫,是否则伺候和保护陆成的人。 跑来乾宁宫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还没有等柳青秋开口询问,那个女性侍卫就朝着柳青秋行李说道。 属下见过柳夫人。 柳青秋和沐云西都没有正式册封,所以现在宫里的人都叫他们两个夫人。 要等到了正式册封之后,人们才会开口叫柳贵妃、沐贵妃。 此时柳青秋一脸冷漠地问道,什么事? 那个女性侍卫抬头说道,陛下说今晚要来您这里吃晚饭,让您提前准备一下。 听到这话,柳青秋脸色瞬间变得更加冰冷,冰冷之中却带有一丝慌乱。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这家伙已经盯上了他。 这家伙的玩物离开了,漫漫长夜,没有人陪他,他当然就要寻找下一个目标。 柳青秋绝对不允许自己成为陆成的玩物,若是主身知道了他失了身,将来一定会将他这个分身斩掉。 此时柳青秋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随后说道,本宫知道了。 女性侍卫随即说道,属下告退,话音落下,他便转身离去。 看着那个女性侍卫离去的背影,柳青秋知道自己不能够再等了。 要是继续等下去,今晚恐怕他就要成为那个男人的美食。 想到这里,柳青秋立刻会聚周围的灵气,打算在最后一刻多吸收一些灵气,为待会儿自己逃跑做准备。 与此同时,沐云熙所在的寝宫。 沐云熙站在等深境,欣赏着自己的恶挪身段,他身穿红纱,上面莫胸。 露出了纤细盈盈一握的腰肢和他那修长的大白腿。 沐云熙自言自语地说道,长得太漂亮,也是一种错,本宫要是长得丑一些,可能也不会被囚禁在这里。 就在沐云熙话音落下,一个丫鬟急急忙忙地进来说道,沐夫人,陛下派人来通知您,说,今晚上要在您这里用膳,让您做好准备。 听到这话,镜子面前的沐云熙瞬间愣住。 晚上在他这里用膳,这路晨抽得什么疯? 怎么今天突然想着来自己这里用膳了? 他恐怕不是来用膳的吧? 沐云熙柳眉微皱,心里有了一个猜想,或许路晨确实是来用膳的。 但是路晨所说的膳,恐怕不是正常晚膳,而是指他,他就是路晨的晚膳。 果然,他还是打算对她下手了。 不行,他必须要立刻逃离这个地方。 他可不想在这个低等的世界,有了清白之身。 想到这里,沐云熙立刻对丫鬟说道,告诉传话侍女,就说本宫知道了。 本宫这就开始准备。 丫鬟说道,是,夫人。 随后丫鬟转身离开了沐云熙的寝宫,看到丫鬟离开的背影。 沐云熙心里冷哼了一声,这个好色之徒想要她的身子可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她的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路晨送了她不少灵茶,靠着那些灵茶。 她现在的实力也基本上恢复到了天人静。 就算她不是陆成的对手,逃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样是天人静的情况下,只要她想逃跑,她不相信陆成能够追得上她。 陆成这时候还在御书房里面翻开着公文,她让人传话后,就一直在等待着柳青秋和沐云熙动身。 随着天边的红霞也渐渐消散,整个世界进入了黑夜。 此时皇宫的气氛十分的诡异,让人感觉无比的压抑。 陆成见窗外已经天黑,而柳青秋和沐云熙两女还没有任何动作。 她心里想到,是该给他们两个一点刺激才行。 于是主动起身,朝着御书房外面走去,陆成心里很清楚。 柳青秋和沐云熙两女一直都在关注着御书房里面的情况,只要她动身。 两女必然都能够感受到。 和陆成想得差不多,她刚起身。 沐云熙的寝宫就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 沐云熙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东城逃跑,感受到沐云熙寝寝宫的灵力波动后。 柳青秋愣了一下,她有些不解,陆成今晚只是来找自己。 她和沐云熙在不同的宫殿,怎么沐云熙比她还要着急? 不过话说回来,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现在沐云熙的逃跑肯定吸引了陆成的注意力,等陆成去追沐云熙后。 自己就往相反的反向逃跑,到时候陆成就没有办法追上她。 然而只是片刻的功夫,柳青秋就发现自己的算盘落空了。 陆成并没有去追沐云熙,而是直接朝着潜宁宫来了。 柳青秋顿时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沐云熙都逃跑了,陆成不去追吗? 难道她打算就这么放过了沐云熙? 比起姿色,沐云熙和她也差不了多少。 事实上,陆成并没有太在一沐云熙逃跑一事。 今晚她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沐云熙,而是柳青秋。 沐云熙要逃跑就让她逃跑好了,过不了多久沐云熙会自己回来的。 就如同当初的薛灵龙一样。 在感知到陆成越来越靠近潜宁宫后,柳青秋知道自己不能够再等了。 陆成这家伙显然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随即柳青秋双腿一蹬,直接一跃而起,跳到房顶上,准备立刻逃离皇城。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才刚跳到屋顶上,一个身影就出现在她的对面。 陆成面带笑容问道,柳先生,你这是打算去什么地方? 见陆成来得这么快,柳青秋冷哼了一声,没有过多的话,直接一剑挥出。 一道剑气直奔陆成而去。 她的主要目的无视攻击陆成,依旧是为了逃跑,她主动攻击。 只是让陆成放松警惕,然后给自己创造逃跑的机会。 陆成如今已经是天人,柳青秋的剑气对她并没有任何危害。 她轻松就能够躲过去。 她一个侧身躲过柳青秋的剑气后,笑着说道,我不就是来吃个晚饭? 怎么柳先生的火气这么大? 柳青秋冷声说道,你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这家伙,那里是来吃什么晚饭的,分明就是来吃她的,她要是不动手,恐怕很快就会成为这个男人的玩物。 她一个大能的分身,绝对不能够受到这样的侮辱。 柳青秋话音落下,再次一剑挥出,下一刻,十几道剑气飞向陆成。 陆成依旧没有还手,只是躲避着柳青秋的剑气。 见陆成没有还手,柳青秋就知道这个好色之徒暂时没有打算杀自己。 这家伙惦记着的是她的身子,确实也没有必要杀她。 不过,就算这家伙不杀她,为了逃跑,她也得把动静搞大一些,只有乱了起来。 自己才有逃跑的机会。 想到这里,柳青秋立刻汇聚全身的灵力,直接使出了自己的最强功法。 残红望远。 看到天上那轮血红色的月亮,陆成柳眉微皱。 这女人为了逃跑,还真是不择手段。 居然在大前的京城使用这么恐怖的功法。 这种级别的招式,很可能会给整个大前京城带来灾难。 陆成立刻拿出是神枪,对准天上的那个月亮,就是一枪。 当陆成攻击天上那个红色月亮的时候,柳青秋一看,好机会。 于是立刻朝着京城门口逃跑。 很快,一道蓝色的光线从是神枪射出。 天上那轮红色的月亮被陆成给击溃了。 看到房顶上已经没有了柳青秋的身影,陆成嘴角微微上扬。 不知道为什么,他内心深处突然产生了一种狩猎的本能。 与此同时,柳青秋已经逃到了大前京城的外面,他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实力。 但是他毕竟是天人,天人一瞬间就可以跑很远。 虽然已经离开了京城,但是柳青秋并没有放下心来。 陆成上次就能够追上他们,如今这家伙已经是天人了。 速度肯定已经大幅度提升。 想到这里,柳青秋继续加快速度,然而就在下一秒。 他突然撞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紧接着他感受到一股浓厚的男人的气息。 并且整个人全身无力。 柳青秋整个人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 柳青秋立刻抬头一看,发现他撞到的居然是陆成。 此时两人因为惯性,都飞了出去,但是陆成的双臂张开,将柳青秋风雨的身子给抱在怀中。 柳青秋有些猛,他确实知道陆成的速度很快,但是没有想到自己还是逃跑失败了。 不行,他绝不能够丢了清白。 于是,柳青秋立刻汇聚灵力,想要挣扎开来。 结果发现,他体内的灵力就好像是消失了一样,根本就没办法调动。 见自己的灵力被封闭了,柳青秋瞬间就猜到了这是陆成的手笔。 尽管他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柳青秋还是威胁着说道, 你这是做什么?你快放开本宫,本宫乃是陨日世界云烟宗圣祖的分身。 你若是真的对本宫做那种事情,本宫的主身一定会派人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陆成喝笑了一声,随后说道,我又没有说要对你做那种事情。 我只不过是说来你请供吃个晚饭而已,你就吓着逃跑了。 柳青秋冷冷地说道,你当本宫是傻子不成。 他和沐云熙已经被囚禁在皇宫这么久了。 陆成什么时候说过要来找他们两个吃晚饭。 结果今天这家伙突然派人来说要在他这里吃晚饭。 要说这家伙没有其他的心思,他是肯定不会信的。 他恐怕想吃的不是晚饭,而是他,或者说陆成嘴里的晚饭就是指他。 陆成稳住身体后直接控制住柳青秋的双臂。 将他的双手背在了他的臀上面,然后揽住他的腰肢。 直接一个疑形幻影朝着皇宫前进。 眼看着距离皇宫越来越近,柳青秋内心更加的恐慌。 他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说道,你对本宫做了什么? 为何本宫体内的灵力被封禁了? 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想想你的妻妻儿女,一旦云烟宗派人来到这个世界。 知道了你犯下的事,你的那些妻妻儿女一个都跑不掉。 听到柳青秋的威胁,陆成笑着说道,我倒是不在意这些。 不过,等你口中的云烟宗真的到了这个世界,你也已经是我的娘子。 而且说不定,孩子都跟我生了几个了。 一听到陆成这家伙,居然还想让自己给他生孩子。 柳青秋就更加剧烈地挣扎,但是柳青秋和陆成紧紧地贴在一起。 他这么挣扎,反而让陆成更加地兴奋。 片刻之后,陆成就押送着柳青秋回到了乾宁宫,进入房间后。 陆成就将柳青秋给放在了软榻上。 然而在这个时候,柳青秋反而没有挣扎了,他的美眸注视着陆成,似乎在等待着他的下一步行动。 见柳青秋没有挣扎了,陆成好奇地问道,怎么了?你怎么不继续挣扎了? 柳青秋冷漠地说道,你要是不怕死,就继续下去,本宫已经提醒你了。 本宫的主身是云烟宗的圣祖,就在你背后有强大的修仙世家,也不可能是云烟宗的对手。 陆成好奇地问道,我很好奇,你的主身现在是什么境界? 柳青秋说道,化神实众,只差一步便可突破道归虚境。 这…… 陆成愣了一下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如果你的主身是圣人或者是大帝,我可能还会慌一下,结果你告诉我,你的主身是化神境。 等以后见到你的主身,我连你的主身一起纳入后宫。 听到陆成这番话,柳青秋沉默了,通过陆成这话,他得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 陆成不怕龟虚境,和化神境强者。 这说明陆成背后的势力拥有比龟虚境更强的存在,甚至还有可能有圣人。 若是真的这样,那岂不是就算主身知道了自己丢掉了清白? 也拿这个家伙没有任何办法。 见柳青秋整个人躺着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陆成笑着说道,你擅自逃跑。 今晚必然是少不了惩罚的。 柳青秋冷漠地说道,就算你得到了本宫的身子,也永远不可能得到本宫的心。 陆成说道,要你的心有什么用,有你的身子就够了。 听到陆成这话,柳青秋顿时无话可说了。 面对陆成这个又好色又无赖,还添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柳青秋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 他整个人闭上了美眸,就这么死板板地躺在软榻。 虽然他很在乎清白,但是对于他这种活了无数岁月的人来说,相比较于生命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他先前做出一副为了清白拼命的样子,但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拼命。 他只是表现出一副拼命的样子,想以此来威慑陆成罢了。 结果这个好色之徒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陆成不吃他这套。 那他就彻底没招了。 再说了,现在他体内的灵力被封印了,他连自爆丹田都做不到。 想自尽都没有办法自尽,只能够接受命运。 看到柳青秋这副接受命运的样子,陆成有些无语,随即笑着说道,柳仙子,你好歹挣扎一下。 你这么直板板地躺着,有什么意思? 柳青秋容貌绝美,面色清冷,肌肤如同白雪一样,微微颤抖的眼睫毛。 精致的穹鼻,诱人的红唇,就如同一件雕刻的艺术品一样。 但是柳青秋闭上眼睛后,就跟个躺在棺材里面的木偶差不多。 对于陆成来说,他的妻妾若是没有表情上面的反馈,他就几乎没有性质。 就拿白青青这个冷美人来说,白青青平时一直都是面无表情的。 但是和他培养感情的时候,白青青还是会脸红心跳加快,并且好哥哥夫君。 得叫,这就是给陆成的反馈。 而现在柳青秋脸不红心不跳的,还一点都不挣扎了,就算长得倾国倾城。 陆成内心的兴致也少了很多。 柳青秋这时候又睁开了眉眸,看着面前这个男人,随即说道。 你不是要霸占本宫的身子吗?你要做什么就赶紧,不要浪费本宫的时间。 这…… 陆成随即说道,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成全你。 话音落下,陆成便俯身下去,稳住了柳青秋的红唇。 柳青秋心里轻哼了一声,他就当被狗咬了。 不过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发现陆成这家伙的嘴巴居然不安分,嗯嗯嗯。 柳青秋挣扎了一下,结果还是被陆成得逞了,陆成亲吻的手段非常高超。 他今天也不着急对柳青秋使唤。 陆成一边亲吻,爪子一边在柳青秋的青纱上抚摸着,感受着陆成的大手。 柳青秋顿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陆成依旧没有对柳青秋做那种事情,只是亲吻。 然后摸摸着摸摸那的。 本来柳青秋还想着忍耐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结果发现陆成这家伙居然一直不行动。 此时的柳青秋心眸寒恶,脸颊飞红,整个人媚态横生。 陆成这时候抬头看着柳青秋,戏雪地说道, 呦,柳仙子,你这是怎么了? 被陆成看到了丑态,柳青秋立刻压紧牙关,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躁动。 柳青秋恶狠狠地说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陆成说道,你很清楚,我想要做什么? 柳青秋说道,你今日这般羞辱本宫,本宫总有一天会报仇。 他现在没话说了,陆成这个家伙连他背后的主身都不怕,他能怎么办? 此时,柳青秋微微收起修长的玉腿,然后扭动了一下身体。 结果他的小动作,瞬间就被陆成察觉到了。 陆成直接将他的双腿分开压制住,不让他乱动。 你…… 柳青秋又羞又怒。 看到柳青秋这副样子,陆成微笑地说道,这才对吗? 你说,你刚才置板板地躺在床上,有什么意思? 你混账,本宫和你拼了。 说话间,柳青秋就一副要起身和陆成拼命的样子,结果他整个人全身无力。 陆成轻松就让他无法动弹。 柳青秋这时候,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开口问道,你为何不去追慕芸汐? 反而要抓本宫,他这么妖娆,想必伺候人的功夫非常强。 慕芸汐整天穿着半透明的青纱,小腹和大长腿,螺螺在外面。 像他这么妖媚的女人,陆成不可能不喜欢。 陆成笑着说道,慢慢来,一口吃不成胖子。 柳青秋说道,如今他逃跑了,恐怕你今后再也没机会碰他了。 陆成毫不在乎地说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只能够来找我。 说到这里,陆成伸出手,抬着柳青秋精致的下巴,注视着他的美眸说道, 好了,我们不说他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之间的事情吧。 柳青秋这下彻底认命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陆成这个家伙对他做了什么。 反正他已经无法抗拒陆成。 柳青秋有气无力地说道,本宫认栽,你赢了。 什么清白他此刻都不在乎了。 主神知道就知道吧,就算主神要斩他,他也无所谓了。 一瞬间被斩了也比现在被折磨好。 见柳青秋认输了,陆成终于不再继续忍耐,直接俯身下去。 堵住了柳青秋的红唇。 很快,柳青秋就发出了,嗯,的长音。 与此同时,沐云熙逃出大前京城后,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沐云熙站外一个山头上,朝着大前京城的方向看去。 沐云熙自言自语地说道,奇怪,陆成怎么没有追来。 他都逃跑了,按照陆成的性格,必然会来抓他的。 难道,沐云熙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很可能是他逃跑的时候,柳青秋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于是,柳青秋也逃跑了,他和柳青秋逃跑的方向是两个方向。 陆成跑去追柳青秋后,就没有办法再来抓他。 难怪刚才他逃跑的时候,感受到了前宁宫的灵气波动。 想到这里,沐云熙松了口气。 不过就在这时候,沐云熙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也不清楚这种感觉是什么,有点像是失落。 沐云熙自言自语地说道,那家伙没有来追本宫。 是觉得柳青秋比本宫更漂亮,他更想要柳青秋的身子。 沐云熙话音落下,站在山头朝着大前京城看了很久,最终才离去。 既然如今已经逃脱了陆成的魔肘,他也该想别的办法离开这个世界了。 如今,有陆成这个怪胎在。 他在想要使用以前的方法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只能够另外想办法。 卿尘 前宁宫 恭喜宿主获得一个妻妾,奖励天阶功法玄女宫。 宿主和妻妾培养感情一次,练气绝经验之嫁。 看到系统的奖励,陆成愣了一下。 玄女宫? 这一看,就不是自己修炼的功法。 这应该是女子修炼的功法吧。 想到这里,陆成立刻点开玄女宫的介绍。 玄女宫,天阶功法,宿主的妻妾可修炼,搭配龙凤阴阳宫修炼后。 宿主妻妾的境界可迅速提升。 果然。 陆成本来还想着系统奖励自己一个没用的功法,不过他转念一想。 自己妻妾的实力都很弱,未来他不一定一直在他们的身边,就比如这次。 如果他们的实力提升了,自己也能够更加放心出门。 虽然这功法不是奖励自己的,但也不能够说没用,等回到了燕城。 就让他的娘子们好好修炼玄女宫。 此时的柳青秋见陆成没了动静,便微微扭头看着后面的陆成。 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柳青秋已经彻底被陆成降服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被陆成霸占身子之后,他居然产生了获得自由的感觉。 以前的他身为云烟宗圣祖的分身,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主身的影响。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而昨晚他成为陆成的女人后,陆成给他带来的那些感受,让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脱离了主身的控制,他已经彻底自由了一样。 见到柳青秋扭过头来,陆成也回过了神,注视着柳青秋那张心谋谋谋。 欲夹通红的欲容。 柳青秋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已经得到了本宫的身子,这下你满意了。 陆成抬起手,轻轻地从柳青秋的玉背上面滑过,微笑着说道,满意,相当满意。 柳青秋继续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本宫? 柳青秋心里想着,自己是云烟宗圣祖的分身。 虽然陆成嘴上说着,不怕他的主身。 但是也说不准,陆成只是想要得到他的身子,然后嘴硬地说法罢了。 而且,就算陆成真的不怕他的主身,但是也很可能会嫌麻烦,不想招惹事端。 最关键是,陆成应该不会完全信任他,他即便是成为了陆成的女人,也还是可能有其他心思。 陆成怎么可能会允许一个有异心的人在他的身边待着? 或许这个好色之徒玩弄过他几次后,等腻了就会将他给处置掉。 陆成反问道,处置?为何要处置你? 还没有等柳青秋开口,陆成就继续说道,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女人很多都有被迫害妄想症,他们有不少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问我什么时候处置他们? 难道在你们的眼中,我就是那种皮了裤子不认人的冷漠无情的男人? 听到陆成这番话,柳青秋心里冷笑了一声,随即说道, 难道你不就是这样的人? 陆成好歹也是一个皇帝,自古以来能够当皇帝的那一个不冷酷无情。 陆成继续说道,你这么不放心我,不如你给我生几个孩子,有了孩子? 你就不怕我处置你了。 柳青秋下意识地拒绝道,绝无可能。 听到这话,陆成没有生气,他俯身下去,胸膛贴在他的玉背上面。 然后双臂搂着他的腰支,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青秋,我能够感受得到。 你很想摆脱你的主身。 听到陆成这话,柳青秋的郊躯微颤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陆成居然也感受到了他心境的变化。 见到柳青秋突然紧张了一下,陆成笑着说道, 你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 柳青秋轻笑了一声,陛下多虑了,本宫的神识是从主身分离出来的。 怎么可能会有摆脱主身的想法? 陆成说道,我用手段得到了不少女人,但她们即便已经迷惑,也不会主动。 而你是唯一一个傍晚就这么主动的人。 柳青秋非常的主动,甚至于让陆成都怀疑他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陆成后面扫了一眼柳青秋的资料卡,发现柳青秋的资料卡得到了更新。 柳青秋的资料卡显示他体验到了脱离主身束缚的感觉。 他已经爱上了这种感觉,所以才会那么主动。 现在的陆成即便不强求他,他内心也愿意和陆成培养感情。 听到陆成的话,柳青秋陷入了沉默,他突然有些后悔了, 后悔自己这么主动。 不过这也不是他主管上能够控制的,他失去了那种束缚的感觉后。 一下子就爱上了那种感觉,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自由的感觉就是这样,一旦享受了自由,就很难再回去。 柳青秋冷冰冰地说道,陛下到底想要说什么? 陆成笑着说道,以后就待在我身边,做我的女人吧, 要是你的主身赶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柳青秋沉默片刻后说道,你当真不怕归须尽的强者。 陆成说道,我的实力提升速度很快,不出五百年,我就能达到归须尽。 只要你的主身没有现在到来,那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危险。 这…… 柳青秋有些不敢相信,陆成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不出五百年,就从天人境突破到归须尽。 开什么玩笑? 即便是那些拥有特殊天赋的气韵之子,也需要几千年才能够突破道归须尽。 而陆成居然说他只需要五百年。 说实话,陆成也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突破道归须尽。 但是他昨晚在使用龙凤阴阳宫修炼的时候,发现体内的出现了一片灵海。 并且,灵海在迅速地扩张,他的实力也在快速地提升。 现在的他,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能够突破到天人一重。 炼气诀已经修炼到圆满,对于他来说已经没用。 但是,在陆成境界达到天人境后,龙凤阴阳宫的作用发挥了出来。 这才是用来提升实力最快的功法,有了天道的限制。 他的实力必将蹭蹭蹭地往上涨。 陆成有一种直觉,不出五百年,自己就能够突破到圣人境界。 虽然感觉陆成是在吹牛,但是陆成的语气很自信。 让柳青秋感受到了陆成确实是不怕他主身的。 柳青秋随后冷哼了一声说道,本宫如今已经成了你的境卵。 你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 何须问本宫愿不愿意做你的女人。 柳青秋已经不打算逃跑了,从他失身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去处了。 等离开了这个世界,主身大概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也知道他失身了。 到时候,主身肯定会来斩杀他,然后收回神石。 如果是以前,柳青秋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被主身斩杀,然后收回神石。 但是昨晚体验过陆成带给他的快乐之后,他就成了脱疆的野马。 再也不想回到主身的身体。 现在他能够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躲在这个世界,永远不出去。 这么一来,主身就很难找到他。 而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他就绕不开背后的这个男人。 如今的陆成基本上可以算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连天魔这种这么逆天的存在,都被陆成给消灭了。 天道就算惧怕陆成这么恐怖的存在,也不可能对陆成做什么。 陆成以后,在这个世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听到柳青秋的话后,陆成在他耳边说道,什么静缆不静缆的? 我可是真心打算让你做我的娘子。 柳青秋冷漠地说道,你不用假惺惺的,我如今被你破了身子。 就算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会被主神追杀。 那现在我已经没有去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柳青秋也想通了,反正现在也没有地方可去了。 不如干脆留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他昨晚也感受到了,这个男人应该是修炼了什么双修功法。 能够帮助他迅速提升实力。 他除了身子要被陆成玩弄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坏处。 对于他这种过了这么多岁月的人来说,首先是活下来,然后才是清白。 如今清白没了,那他总不能够还把命给丢了吧。 而且,这个男人很特别,虽然他很凶狠。 但是他对这家伙一点都讨厌不起来。 可能他心里并不喜欢陆成,但是身体上已经接受了他。 他决定以后就生活在陆成的后宫了。 陆成说道,哦,这么说来,你是答应做我的女人了。 柳青秋冷哼了一声,没再说话,这个混账都已经把他给吃干抹尽了。 还问什么问,他现在能跑吗?又能够跑到哪儿去? 陆成见柳青秋已经认命,于是说道,我待会儿就下一道圣旨。 策封你为我的贵妃。 柳青秋依旧没有说话,他对这些名分什么的都无所谓。 他现在只想赶紧变强,只有变强了。 他以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才能够抗衡主身,避免被主身斩杀。 见柳青秋没有说话,陆成微微动了一下身体,柳青秋恩了一声,立刻说道, 你真是个畜生。陆成笑了笑,随后说道,畜生?畜生恐怕比不过我。 对于陆成这个无赖,柳青秋彻底没招了,这家伙实力强,脸皮还厚。 自己在他的面前只有被压制的分。 柳青秋这时候转移话题说道,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双修裂的功法? 陆成说道,是的,看来你感受出来了。 你不会是想在我身边依靠这个功法提升实力。 等提升了实力,然后再逃离这个世界吧。 柳青秋说道,你要是怕我利用你,那你今后就别碰我的身子。 柳青秋确实是想要借助陆成的双修之法提升实力。 但是这话被陆成说出来,他就有些气,自己都被他持敢抹尽了。 借用他的双修之法提升一些实力怎么了? 陆成笑着说道,你是我的娘子,帮你提升实力也是我理所应当的。 怎么能够说实利用呢? 正好,我这里有一门天界功法,修炼这门功法,能够让你的实力更快地恢复。 你转过头来,我将这门功法传授给你。 听到这话,柳青秋半信半疑地微微扭头,用眼睛的余光看着陆成。 下一刻,陆成就将玄女功传授给了柳青秋。 当玄女功进入柳青秋的脑海中后,柳青秋瞬间就明白了玄女功的用法。 这让柳青秋更加坚定地相信陆成就是某个修仙家族的公子哥。 随手就能够拿出天界功法,他的身份怎么也不可能简单。 或许依靠这个男人,还真的有可能摆脱主身。 今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 就在柳青秋走神之际,陆成缓缓起身,当柳青秋感受到身体空虚的时候。 这才回过神来。 不过陆成并没有离开,而是将他翻了个身,然后再次俯身下来。 两个人鼻尖贴着鼻尖。 陆成近距离注视着他的美眸说道,我如今已经把玄女功传授给你了。 要不你试试修炼,看看效果怎么样。 柳青秋没有矫情,直接说道,好。 下一刻,他便开始运转玄女功,当他运功的一瞬间,身体变得无比地滚烫。 全身的经脉收缩。 陆成莫名地倒吸了一口气凉气,这就是玄女功。 难怪系统说要让玄女功和龙凤阴阳功一起修炼,自己运转龙凤阴阳功。 而他的妻妾运转玄女功,这岂不是要把他给。 柳青秋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这便是玄女功吗? 在灵气如此微弱的世界,居然能够在一瞬间就扩大他体内的灵海。 甚至于将陆成体内的灵力强行吸收过来。 一想到自己能够强行将陆成体内的灵力吸收过来,柳青秋就产生了很强的报复心理。 这家伙昨晚对自己这么凶狠,现在总算是轮到自己反击了。 敢把天洁功法传授给他,他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随后,柳青秋持续运转玄女功,陆成连忙说道,等一下。 柳青秋没有理会陆成的话,报复陆成的机会就在眼前,他怎么可能放过。 见柳青秋不停止运功,陆成也看出了柳青秋的小心思,他心里哼笑了一声。 从来都只有他收拾别人,柳青秋还想教训他。 随后陆成直接用嘴堵住了柳青秋的红唇。 嗯嗯。 紧接着,陆成也开始运转龙凤阴阳宫。 与此同时,迷雾事件。 一片迷雾森林之中,一群身穿灰色长袍的人正在猎阵。 这时候,他们脚底突然散发出阵阵蓝光。 下一刻,一个蓝色的狐狸虚影出现在他们头顶。 过了片刻之后,蓝色狐狸虚影突然对着远处的空的吐了一口蓝色的火焰。 随着蓝色火焰的喷涌而出,远处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然而当狐狸虚影停止攻击时,那个地方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些人继续操控大阵对着远处的空地进攻,过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天空中掉了一个透明的什么东西。 紧接着,一个黑色的缝隙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此时,一个身穿黄色长袍的人开口说道,都停手,再继续攻击。 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稳定。 有这个缝隙就够了。 听到门主的话后,灵狐门众人立刻停手,不再继续攻击。 看着远处的那个缝隙。 灵狐门门主将红叶一边摸着自己胡须一边笑着说道,那些人肯定想不到。 在迷雾世界的静置消失之前,我们就已经找到了前往天成大陆的办法。 这时候,一个灵狐门的长老在将红叶面前说道, 门主,还是您聪明。 若是我们的人能够提前进入天成大陆,迷雾世界的静置还没有消失。 我们就能够占领大片土地。 此时另外一个长老说道,等某天迷雾世界的静置消失后, 迷雾世界那宗门势力进入天成大陆,一看到处都是我们灵狐门的底盘。 想必他们一定会惊掉下巴。 听到这话,灵狐门的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一时间, 森林里面笼罩着欢快的气氛。 众人笑过之后,将红叶说道,不过话说回来,静置依旧还存在。 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空间缝隙,但是想要穿过这个缝隙, 恐怕得需要天人以下才行。 听到这话,一个长老立刻说道, 门主,您不必担心,因为静置的存在。 天成大陆目前就是一个灵气枯竭的世界, 里面恐怕连修真者都没有。 我们就算派出河道七的弟子进去, 一样能够统领里面那些土著。 听到这个长老的话后,将红叶微微点头, 面带笑容说道,这倒也是。 好了,既然已经打开了一道奉献, 那我们就派一些人先进去探查一番。 随后,灵狐门派出了几十个河道七的外门弟子, 和上百名实力和大宗师相当的杂役进入天成大陆。 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 那就是占领天成大陆的各个王朝, 统治整个天成大陆。 至于为什么迷雾世界的人会对天成大陆这个灵气枯竭的世界感兴趣?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天成大陆虽然处于一个天道法则不完整的世界, 但是它毕竟比迷雾世界的空间更加地稳定。 迷雾世界处于时空错乱的地方, 一些时空不稳定的地方, 经常会导致一些势力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之后, 迷雾世界的灵气会涌入天成大陆, 很快天成大陆就会迎来灵气复苏。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天成大陆就会变成一个适合修真者修炼的世界。 对于这样一个世界, 迷雾世界的各大势力自然都想要占领。 此时的灵狐门完全没有想到天成大陆已经出现了天人, 不仅是天人, 甚至连造化镜的修真者都存在。 当然, 更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里面的那些土著, 已经在研究能够轰杀天人的符文武器。 陆成和柳青秋经过一天一夜的修炼之后, 两人都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柳青秋的实力也基本上恢复到了造化镜。 而陆成的境界则提升到了天人静一重。 感受到陆成身上释放出的灵压, 柳青秋有些不敢相信。 这家伙前段时间才成为天人, 这才半年的时间都没有。 居然就已经突破到天人一众了。 就因为和自己双修的缘故。 他怎么感觉不是自己利用它, 而是他被陆成给利用了。 此时的陆成压住柳青秋的身子。 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那张绝美清澈的预言, 深呼吸了几口气说道, 刚传授给你玄女宫, 就想用来对付我。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此时的柳青秋已经彻底贪了, 眉眸之中都是迷雾, 欲加飞红。 他本来想着陆成就算再厉害, 也是存在有极限的, 玄女宫这么厉害。 他说不定能够把这个家伙给。 结果没有想到最终还是他败了, 随着陆成的灵力不断进入他的体内。 他的大脑就渐渐失去了意识, 随后就只能够任由陆成摆布。 见柳青秋没有说话, 陆成笑着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这玄女宫确实是有些意思, 接下来我可以天天陪你练。 听到这话, 本来还迷迷糊糊的柳青秋心里一愣, 天天练, 会死的吧。 柳青秋这时候问道, 你的妻妾都会这门功法。 柳青秋心里不禁想到, 玄女宫的作用这么特殊, 陆成这家伙为了追求快乐。 是不是让他的妻妾们都学会了玄女宫, 然后好让他们伺候他。 陆成回答道, 也还没有交给他们, 你是第一个获得玄女宫的女人。 这…… 柳青秋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陆成, 她是第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陆成这话, 柳青秋总感觉心中产生了一道奇怪的涟漪。 就好像是什么被人打开了一样。 不过很快, 柳青秋就反应过来, 随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陛下该真是会花言巧语, 差点就将本宫给骗了。 陆成说道, 花言巧语, 我这不是如实回答吗, 怎么成了花言巧语? 难道在你看来, 我首次传授玄女宫给你, 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说到这里, 陆成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柳青秋的眉眸, 就好像要将她看穿一般。 被陆成这么直勾勾地看着, 柳青秋突然感觉心脏不自觉地猛烈跳动了起来。 柳青秋连忙将头扭向一边, 不敢继续看陆成。 见美副含羞的样子, 陆成顿时心里一阵火热, 不过他最终还是按耐住了内心的冲动。 以后的时间还长, 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这个仙子培养感情。 陆成这时候问道, 我有些好奇, 你的主身也和你长得一样吗? 柳青秋顿时警惕说道, 你想干什么? 陆成微微一笑, 当然是想要将他也收入后宫。 柳青秋冷哼了一声说道, 大言不惭, 就你现在这点实力, 恐怕他一根手指头就能够粘死你。 陆成说道, 我总是要变强的, 只要今后我比他强就行了。 说到这里, 陆成想到什么? 继续问道, 我听说分身和主身的神识是连通的。 当分身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 主身也能够有所感悟。 那说是等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再形男女之欢。 你的主身同样会产生和你一样的感受。 听到陆成的问题, 柳青秋瞬间就猜到了陆成这是想做什么。 随即冷冷地说道, 你若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可以试试。 确实分身的一些感受, 主身也能够察觉到, 当然, 主身可以主动切断这样的感受, 不过一旦主身切断神识链接, 就找不到分身的位置了, 所以通常情况下, 主身不会这么做。 虽然事情已经结束了, 但是陆成依旧久久没有起身, 不断用言语挑弄着柳青秋。 面对柳青秋这个美妇仙子, 陆成就很想看到他又羞又木, 却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样子。 过了不知道多久, 柳青秋似乎察觉到了陆成的想法, 于是干脆不说话了。 就这么躺着, 见柳青秋表现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陆成笑着问道, 娘子, 为何不说话了? 柳青秋依旧没有说话。 就这么把头扭向一边, 只要他不说话, 这家伙就拿他没有办法。 然而就在柳青秋打算装死 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 陆成突然动起身来。 柳青秋的喉咙里面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声音, 柳青秋随即扭头, 看着陆成。 此时的陆成一脸坏笑地盯着他。 柳青秋冷漠地说道, 如今本宫已经是你的女人, 也无法逃脱你的手掌心。 你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 你羞辱本宫又有什么意义? 陆成说道, 什么叫羞辱, 我这是培养感情。 柳青秋冷哼了一声, 谁要和你这种好色之徒培养感情? 本宫说过, 就算你得到了本宫的身体, 也不可能得到本宫的心。 说到这里, 陆成直接俯身下去, 稳住了柳青秋的红唇, 嗯嗯嗯。 柳青秋还想要挣扎一下, 结果很快就被陆成弄得一式模糊, 彻底没办法反抗了。 他现在对这个混账,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够任由他乱来。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再次抬头, 注视着他的豫荣问道, 怎么样? 我的手段让你满意吗? 柳青秋呼呼地问道, 本宫有些不解, 你难道, 呼? 真的打算放过沐云西那个女人? 柳青秋知道自己今后 可能已经没办法摆脱这个男人了。 沐云西的逃脱让他感觉心里很不舒服, 都是被陆成俘虏, 怎么他就逃跑了? 自己反而成了陆成的玩物。 听到柳青秋这个问题, 陆成说道, 他会回来的。 柳青秋说道, 回来? 哼, 回来做什么? 回来当你的女奴, 被你玩弄? 你觉得他像是一个傻子? 陆成笑着问道, 我怎么感觉你是想把他也给拉下水? 柳青秋也没有否认, 直接承认道, 本宫和他结盟对付你。 结果只有本宫被留下来被你玩弄, 本宫确实看不惯他就这么逃跑了。 陆成说道, 你放心, 不出一年的时间, 他就会回来。 见陆成这么自信, 柳青秋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心里想着, 到时候, 他一定要看着那个女人 是如何被陆成这个混账收拾的。 陆成这时候缓缓起身, 见陆成起身后, 柳青秋这才总算是松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陆成随后说道, 这次就到这里吧, 来日方长, 我在大前还要待一段时间。 我们今后慢慢交流修炼心得。 柳青秋顿时柳眉一皱,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虽然他也意识到了, 陆成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玩弄自己。 但是陆成说, 要在大前待一段时间。 那岂不是意味着, 这段时间都只有他一个人伺候陆成。 这下, 他真成了陆成的禁鸾, 女奴。 陆成没有在意柳青秋在想什么, 他立刻让人打来热水。 然后和柳青秋一起舒舒服服, 洗了一个热水澡。 沐浴过后, 陆成这才前往御书房, 继续处理政务。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 陆成都待在大前王朝处理政务, 大前才经历了瘟疫。 事情比较多, 虽然他把大多数事情都交给了 燕成培养的那些官员。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借助他名头来办。 陆成在大前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燕成的符文武器也得到了发展。 陆成一开始是打算等自己回去后 在发展符文武器。 但是他感觉这种事情不能够等太久, 符文武器越早列装军队, 对他们来说越有利。 这几个月的时间, 陆成的身边只有柳青秋和轩原云起两个女人。 而轩原云起带军队很少来皇宫。 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柳青秋伺候陆成。 随着和陆成做纳事的次数越来越多, 柳青秋基本上已经接受了陆成。 现在陆成要是太久没, 有去找他, 他反而觉得不习惯。 只不过他内心还是有一个心结在, 那就是没有看到陆成把沐云熙给抓回来。 他现在就想要看到沐云熙被陆成弄哭天喊地。 傍晚, 前宁宫内烛光摇曳, 两个影子重合在一起, 这时, 门口传来一个女性侍卫的声音。 陛下, 刘将军急谢, 迷雾世界一动。 听到这话, 正兴奋着的陆成瞬间脑袋清醒了过来。 如今这个世界已经完成了统一, 他最担心。 也最为关注的就是西边迷雾世界的情况。 没有想到这么快迷雾世界就出问题了。 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报, 刘正出是不会送信来的。 而女性侍卫也不会在他信头, 是被打扰他。 陆成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结束了正在做的事情, 随后他便起身。 寝宫内的丫鬟连忙过来给他穿衣服。 陆成扫了一眼软在床他的美副仙子说道, 我现在有事,等忙完了再来找你。 柳青秋胸口不停地起伏, 大口呼吸着,没有理会陆成的话。 陆成也没有过多耽搁, 穿好衣服后就离开了钱宁宫, 直奔自己的书房而去。 陆成来到大前御书房时, 秦玉山和梁纵都已经在御书房等待。 两个指挥使见到陆成, 立刻行礼,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陆成直接走到书桌的椅子坐下, 免礼,说正事。 梁纵原本在燕城, 现在梁纵这个指挥使, 亲自跑到了大前来。 这证明,这次的事情不小, 需要梁纵亲自汇报。 梁纵将刘正出的书信递到了陆成的面前, 然后开口说道, 陛下, 迷雾世界的禁止出现了裂缝, 有不少迷雾世界的修真者进入了这个世界。 他们进入黑龙国原本的地盘后, 便立刻将黑龙国那块地给占领了。 并且, 放话要这个世界的所有统治者臣服他们。 听到这话, 陆成接过梁纵手上的书信, 立刻打开翻看了起来。 看到书信里面的内容, 陆成眉头紧皱。 根据刘正出的情报, 进入这个世界的修真者基本上都是核道器以下的人, 也就是伪天人以下的人。 但即便是伪天人, 对于这个世界的武者来说也算是强敌了。 陆成看着手上的书信, 陷入了沉思。 只有伪天人以下的修真者进入这个世界。 那他们算什么修真者? 会不会是因为禁止的存在? 所以, 天人及天人以上的存在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世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些人暂时没有什么威胁。 直接让刘正出出手, 将他们解决就行了。 刘正出好歹也是一个老牌的天人。 除了一些核道器的伪天人, 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在陆成这么想的时候, 发现刘正出在书信里面提到, 那些核道器的修真者来自一个叫做灵狐门的势力, 他们擅长阵法。 即便是天人, 在他们的阵法面前也讨不到好处。 目前只有刘正出一个人在大岳, 守着黑龙国的那个方向。 这让刘正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 他想让陆成派几个天人去大岳, 一起出手将那些入侵者给解决掉。 陆成想了想, 刘正出他们连沐云溪的上青藤龙阵都很难对付。 更别说是全市河道七修市构造的阵法了。 看来这次的麻烦不小。 本来他还打算先去封阴岛看看, 他连船都已经让人给准备好了。 结果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看来封阴岛一时半会儿去不了了。 先把那些从迷雾世界来的入侵者给解决了再说。 想到这里, 陆成对梁重说道, 想办法派锦衣卫打听清楚灵狐门的具体情况。 梁重说道, 是, 陛下。 陆成想了一下, 居然说道, 另外, 让夏院长和宣源大学士前往大院, 协助刘将军抵御入侵者。 梁指挥使, 你先去传达我的命令吧。 梁重随即行礼说道, 属下告退。 等梁重离开御书房后, 秦玉山开口问道, 陛下, 前往封阴岛的大船已经准备好了, 您是回燕城, 还是前往封阴岛? 他们一开始的打算是前往封阴岛的。 结果, 现在西边出现了迷雾世界的入侵者。 秦玉山也不确定陆成还去不去封阴岛。 此时的陆成也有些纠结, 他总感觉封阴岛上有他需要的东西。 而且他早就打算去封阴岛看看了, 结果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连大船都准备好了, 若是不去的话, 不知道又得等到什么时候。 但是他内心又非常地担心, 刘正出他们三个天人不是迷雾世界那些入侵者的对手。 就在这时候, 陆成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算了, 还是立刻回燕城吧。 出海一事, 可以暂时放一放了。 秦玉山随即行礼说道, 是, 属下明白了。 皇帝出海可不是简单出海, 必然都是有着大量准备的, 比如大船。 再比如船上的吃穿用柱, 还有服侍皇上的人。 现在陆成不去了, 那些东西就要暂时停止准备了, 不然就是浪费资源。 这时候, 陆成说道,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 有什么最新的情报。 尤其是关于迷雾世界的, 就立刻通知证。 陆成话音落下, 就直接使用疑形幻影消失了。 秦玉山随即说道, 恭送陛下。 陆成瞬间回到了乾宁宫, 此时的柳青秋刚穿好淡青色的云长。 结果陆成一回来, 直接将他铺在软榻上, 然后三下五除二又将他给包了。 柳青秋躺着看着陆成, 好奇地问道, 迷雾世界的静止没了? 陆成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一边回答道, 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已经有迷雾世界的入侵者, 来这个世界了。 但是大多数都是核道七, 或者核道七以下的人。 我猜测, 静止应该, 还没有完全消失。 现在估计天人以上的修真者, 都没办法离开迷雾世界。 柳青秋此时已经再次被挑起兴致,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 呼呼, 你打算怎么办? 陆成笑着说道, 先派人去调查, 过几日我便回雁城。 若是我派去的人解决不了, 那我就亲自去解决。 柳青秋问道, 你, 哎, 不去, 清点, 封阴倒了吗? 陆成说道, 嗯, 暂时不去了, 等先把入侵者解决了再说。 柳青秋继续说道, 你, 嗯嗯, 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沐云西那个女人抓回来? 这几个月的时间, 几乎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陪着陆成。 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被陆成给完弄顺了, 真成了陆成的女奴一样。 现在他对陆成是彻底失去了抵抗力, 甚至于陆成都不需要强来。 他心里就会想着主动和陆成亲密。 要说这是喜欢, 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堕落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 不管是不是堕落了, 他如今都过得很快乐。 但是他心中始终放不下已经逃跑的沐云西。 自己伺候了陆成这么久。 结果沐云西这个和他一起别抓的女人在外面逍遥自在。 既然他和沐云西是盟友, 那盟友自然要共进退, 他现在这么快乐。 当然也要把自己的快乐分享一半给自己的盟友。 她是一个很大方的女人。 她心里一点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独自霸占陆成的想法。 听到柳青秋的话后, 陆成笑着说道, 你怎么天天就惦记着他? 你放心, 等他今后回来了, 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他。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还是继续忙正式吧。 如今, 系统已经没有功法经验值的提示音了, 陆成进入天人境后, 已经渐渐学会了自己修炼, 根本不需要依靠系统。 就这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实力已经是天人四重, 按照他这样的提升速度。 用不了两年的时间, 他恐怕就能够突破到造化境。 只不过有些可惜的是, 这几个月, 他几乎天天都在和柳青秋培养感情。 然而, 这个美副仙子的肚子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果然是境界越高, 就越难诞生子嗣。 现在就看他几个怀孕的妻妾生的孩子, 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系统奖励。 看到陆成兴致盎然, 柳青秋也不再多说什么, 开始运转玄女功。 吸收陆成体内的灵力。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一个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获得一个子嗣, 奖励天阶灵剑斩神剑。 嗯? 听到系统提示音, 陆成有些猛。 他没有想到, 这次妻妾生孩子, 奖励的居然不是某个势力, 而是灵气。 他还以为系统还要奖励他某个势力呢? 陆成回过神来后, 很快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灵气就灵气吧。 天阶灵剑似乎也不错, 威力应该非常大。 地阶的是神枪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天阶的斩神剑应该更加厉害。 说不定在接下来的危机中, 斩神剑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 原黑龙国国都, 黑龙城, 如今的黑龙城已经被灵狐门的修士们占领。 现在黑龙城上下所有人都只能够听从灵狐门的命令。 当然, 黑龙国的老百姓对陆成是百分百忠诚的。 他们看起来是投降了灵狐门, 实际上, 他们只是假装投降。 从上层官员到下层老百姓, 都在和灵狐门的接触中, 努力打探有关灵狐门的情报, 然后他们将这些情报汇聚到一起。 通过锦衣卫传到了刘正处那里。 此时, 原来的黑龙国皇宫内已经住满了灵狐门的修士。 好在刘正处的妻妾子女们早就去了燕城。 现在的黑龙国皇宫就是一个空壳。 宣政殿内, 一个身穿青色衣袍的男人坐在龙椅上面。 他打量了一眼大殿内的其他灵狐门弟子, 笑着说道, 没有想到, 我如今也能够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 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正是灵狐门领头 进入这个世界的弟子雷文德。 进入这个世界后, 他就立刻让人收集写这个世界的情报, 并且迅速让灵狐门的弟子占领了黑龙国原来的土地。 这时候, 大殿下的一个弟子说道, 雷师兄, 要不干脆你称帝算了? 何必再扶持那些凡人来当皇帝? 我总感觉, 那些凡人不是真的投靠了灵狐门。 听到这个弟子的话后, 雷文德开口说道, 我们是先门弟子, 得到成仙才是我被追求, 当皇帝有什么好的。 而且, 就算我不做皇帝, 以后黑龙国的皇帝也会听我的话, 我让他向东, 他不敢往西。 这时, 一个弟子说道, 雷师兄, 如今天臣大陆的情报, 我们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雷文德笑着说道, 这还不简单, 我们先扶持一些实力, 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灵狐门的存在。 此时, 大殿内另外一个灵狐门的弟子说道, 雷师兄, 根据我们打探的情报, 这个世界存在有天人, 而且那个夏皇看起来很不好惹。 等那个夏皇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恐怕会立刻派天人来黑龙国。 听到这话, 雷文德思毫不在意地说道, 就算这个世界有天人如何, 这个世界灵气匮乏, 那些天人能不能够发挥出全部实力, 还不好说。 而且, 就算他们拥有天人巅峰期的实力, 在我们灵狐门的阵法面前, 也只有被镇压的份。 难不成你们因为几个天人就被吓着了? 听到雷文德这番话, 灵狐门的弟子想了想, 好像有些道理。 他们灵狐门的弟子刚从迷雾世界过来, 虽然这个世界的灵气十分匮乏, 但是他们现在都还是满状态的。 而这个世界的天人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若是那些天人真的敢来。 就算他们不用正法, 说不定以他们合到期的实力, 就能够战胜那些天人。 此时灵狐门的弟子基本上都没有将 陆尘和陆尘那边的天人放在眼中, 他们也确实有这个资本。 在迷雾世界的时候, 他们灵狐门和盗妻的弟子 结的镇法就能够镇杀天人进修士。 更何况, 这个世界的天人很难吸收充足的灵气, 实力无法发挥出来。 那他们灵狐门还怕那些天人做什么? 雷文德这时候, 从龙椅上面站起来说道, 我们要在禁止消失之前, 就统治这个世界, 只有这样。 我们灵狐门才能够强到更多的地盘。 到时候, 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来到这个世界, 想要土地, 就得拿东西给我们灵狐门交换。 若是我们做到了, 那我们就是灵狐门的大功臣。 雷文德这话, 瞬间让大殿内的灵狐门弟子激动了起来。 他们这些人, 只是灵狐门最底层的存在。 若是他们真的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那他们今后的待遇, 说不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一想到灵狐门可能给他们的奖励, 灵狐门的弟子就特别振奋。 等一众弟子兴奋过后, 雷文德开口说道, 我决定先派一些人前往燕城打探情况。 你们谁愿意带头的, 可以自见。 听到这话, 一个灵狐门弟子毫不犹豫站了出来, 雷师兄, 让我去吧。 雷文德扫了一眼站出来的弟子, 然后说道, 好, 既然孟师弟这么勇敢, 那这个立功的机会就交给你了, 待会儿你再挑选几个合道器的弟子, 和你一同前往燕城。 你们此行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想办法拉拢那几个天人, 若是他们不愿意, 那就直接解决掉他们。 孟天说道, 是, 雷师兄, 师弟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候, 雷文德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嘴角微微上扬。 我听闻, 夏皇是一个喜好美色, 后宫里面豢养了不少美姬, 孟师弟。 你这次去燕城, 记得替师兄带几个回来, 我倒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如同民间传闻的那样, 夏皇的妻妾各个美若天仙。 听到这话, 孟天笑着说道, 师兄放心, 师弟进入燕城后, 第一件事, 就你进入皇宫, 替你抓几个美人。 雷文德说道, 哎, 还是正式要紧, 先和那几个天人谈谈, 把天人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说。 孟天笑着说道, 师弟懂得。 雷文德随后再次扫了一眼大殿上的众人,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话音落下, 雷文德便直接离开了大殿。 半个月后, 陆成回到了燕城。 他像以前回来那样,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雨露均沾。 每个器械的房间都去一下。 等把零湖门那边的情报收集得差不多后, 陆成立刻召来了大朝会。 燕城, 义政殿。 陆成坐在龙椅上, 开口说道, 今日的大朝会邮政亲自主持。 此时官员们基本上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零湖门的事只有锦衣卫和少数几个重要官员知道。 人们对于未知, 永远是最可怕的。 所以, 陆成特意让锦衣卫打探清楚了零湖门的情况, 然后才召开大朝会。 讨论如何处理零湖门, 以及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面临的事情。 未来大夏应该怎么发展。 当义政殿安静下来后, 陆成的目光再次扫视了一眼整个大殿。 随后他开口说道, 今日大朝会主要是讨论如何处理迷雾世界入侵者, 以及未来大夏应该怎么面对迷雾世界危机这个议题。 听到陆成这话, 大殿里面的大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根本没有听懂陆成在说什么。 有很多大臣根本不知道迷雾世界的事情, 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迷雾世界这个说法, 他们只知道在西边有一处迷雾笼罩的区域。 陆成继续说道, 可能大多数爱卿都不知道迷雾世界是什么。 说到这里, 陆成对一旁的锦衣卫士兵说道, 和众爱卿们讲一下迷雾世界的情况。 听到这话, 锦衣卫士兵立刻说道, 是, 陛下。 在这片大陆的最西边, 有一片迷雾笼罩的地方, 在迷雾里面。 有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禁止的存在, 迷雾世界的人难以进入我们这个世界。 而今迷雾世界的禁止即将消失。 迷雾世界的修真者也将进入我们所在的世界。 现在迷雾世界的敌人已经派出了一些入侵者来到我们世界。 并且他们如今占领了曾经黑龙国所在的那片土地, 那算扶持一个皇帝, 推翻整个大厦。 听到锦衣卫士兵的话后, 整个仁义正殿瞬间闹成一团。 本来大多数官员都以为灭掉大前王朝之后, 大厦将迎来上千年的和平。 毕竟他们的这个皇帝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天然了, 随便怎么也能够活一千年。 有陆成这个皇帝在, 再也没有外敌的情况下。 要维持大厦千年的稳定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 结果现在外敌就出现了。 这才灭了大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外敌就来了。 此时陆成扫了一眼大殿之中, 那些骚动的官员。 对于他们的反应, 陆成一点都不奇怪。 好不容易要迎来和平啊, 突然又出现了强敌, 他们有这样的反应也正常。 陆成这时候开口说道, 迷雾世界的敌人非常强大, 对于他们来说, 天人只是修真者的开始, 迷雾世界的每个势力都拥有成百上千, 或者成千上万的天人。 此话一出, 让大殿中的官员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这个世界才几个天人。 而迷雾世界一个势力就拥有成千上万的天人。 那他们怎么可能是迷雾世界那些势力的对手? 难不成, 大下即将覆灭了? 一时间, 整个大殿的气氛显得无比的沉重, 没有人再继续说话。 都在安静地听着陆成接下来要说的话。 陆成这时候淡淡说道, 虽然迷雾世界的敌人非常强大, 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希望。 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对付天人的武器。 此话一出, 并没有让大殿中的官员振奋起来。 他们当然知道, 陆成拥有对付天人的武器, 不就是那把是神枪? 但是, 也就只有陆成一个皇帝拥有这样的武器, 陆成身为皇帝。 总不可能天天跑到一线战场去吧。 最重要是陆成就一个人, 就算陆成的武器能够对付迷雾世界的那些天人, 那他也对付不了所有人啊。 见官员们似乎很悲观的样子, 陆成并没有将符文武器的事情说出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没有必要, 现在就说出来。 陆成这时候继续说道, 既然迷雾世界的敌人已经入侵, 那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就要转向如何抵抗入侵者上面。 以后的工作重心也要有所偏转了。 这时候, 一个官员站出来说道, 陛下, 不知陛下是否打算将迷雾世界敌人入侵的事情告诉老百姓。 听到这个问题, 大臣们的目光都落到了陆成的身上, 等待着陆成的回答。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若是现在将这个消息告诉老百姓, 很可能会引起老百姓们的恐慌, 从而导致这个世界提前失去秩序。 而且, 这也会让那些一直潜藏在暗处的敌人看到机会。 那些敌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接触迷雾世界的势力, 然后勾结那些势力对大侠不利。 陆成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朕暂时没有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老百姓。 迷雾世界的敌人虽然很强, 但是只要做好准备。 那些敌人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朕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钟爱卿也没必要太过担忧, 钟爱卿只需要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便是。 好了, 接下来讨论工作重心的变动问题。 大朝会结束后, 陆成顿时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他每次主持大朝会都感觉很累, 果然还是把事情交给别人处理轻松一些。 但也没有办法, 权力和义务是平等, 他如今是皇帝, 享受了皇帝的待遇。 就要履行皇帝的义务, 陆成现在只想陆长风这个太子能够赶紧成长起来。 这样就能够帮他分担压力了。 大朝会结束后, 陆成直接朝着五云碗的寝宫走去。 自从回来了雁城, 陆成一次都还没有来过五云碗这里。 就好像是冷落了五云碗一样, 他倒不是真的冷落了五云碗, 只是有些心虚。 五明的造反和他有一定关系, 自从五家那件事发生后, 他就听锦衣卫会报过, 说五云碗似乎情绪有些低落。 如今五云碗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看起来过不了多久就要生产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怀孕的影响, 五云碗这些日子的情绪更加低落。 在得知陆成回来后, 五云碗不仅没有感到高兴, 整个人反而变得更加消沉。 原本李清柔还天天在五云碗说陆成的坏话, 试图离间陆成和五云碗。 然后他好带着五云碗离开, 但是看到五云碗一天比一天消沉后。 李清柔反而不说陆成的坏话了。 不仅不说陆成的坏话, 还经常安慰五云碗, 说陆成如何如何好。 尽管心里对陆成有些怨恨, 但是为了五云碗, 李清柔也只能够说陆成的好话。 此时此刻, 房间里面香烟弥漫, 五云碗整个人躺在软榻上, 扭头看着门口,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看到五云碗这个样子, 李清柔心里陆成咒骂了一遍又一遍。 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做了什么吗? 结果回来后, 第一件事不是来安慰五云碗, 反而去了别的气贤那里。 李清柔此时坐在软榻边上, 握住五云碗的御手说道, 云碗,你不要伤心。 陆成最近可能比较忙, 说不定今晚他就来你这里了。 五云碗没有说话, 依旧只是看着门口。 看到五云碗这副样子, 李清柔叹了口气, 那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要是他不来, 自己就亲自去书房把他给逮过来。 就在李清柔这么想的时候, 五云碗请宫的门缓缓打开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怎么听到有人念叨我呀?